大家好 應該看我的造型看得出來 我有悄悄的鬍子 跟很漂亮的高高的帽子 對,我是一個愛著英國的Gentleman 英國三四 對,但可能比較胖一點 所以我都會拿枕頭當一下 大家不要嚇我 那我的手機是三星手機 我覺得很好用 但最近發現裡面有個眼睛 不知道是什麼,什麼三星之眼 好像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我今天邀請大家看到 旁邊是我的好朋友 他看起來就手機很厲害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會問他很多的問題 看他怎麼來教我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學習 好不好 朋友 剛好我在看一本很有名的迷你 那個可愛的車車的雜誌 裡面的照片我看得懂 但裡面都中文 都飯題中文 我覺得好難喔 很多字我看不懂 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我 趕快看懂這些中文字嗎 問Bisbee Vision啊 喔 可以問Bisbee Vision 你說那個乾那個眼睛嗎 沒錯 這麼神奇 那你教教我 我想透過他來 認識一些中文字 就可以中文變英文 這麼神奇 對 做這麼神奇 可以嗎 可以的 當我們要翻譯時 打開Bisbee Vision 選到下面的T的功能 就會是翻譯的功能 那左邊下面有 自動 自動這邊代表是來源語言 你可以選擇自動或是手動偵測 那右邊代表是目標語言 要翻譯出來的語言 也可以去選擇非常多 這個世界上國家的語言 例如我們現在要中翻英 就讓他自行偵測 再翻成英文 然後對準 要掃描的文件 就會立即在畫面上 整篇翻譯成英文 那如果想要去做 其他的項目的話 按下這個T 他就會甚至可以去截取 你需要的文字 這邊可以去做選取 好 譬如我全選 那下面會有三個功能 我可以把文字直接複製 或是我按進到翻譯 翻譯的軟體裡面 好 就會看到 這邊就會通篇翻譯 甚至可以叫他 The idea was that instead of a mask they would have the idea was that instead 嘿朋友 你知道這是什麼吼 你知道這是我家鄉英國的 很漂亮的英國鍋器 然後我最近 工作上我想要來 用這個東西來設計一些 周邊商品 可以賣賣錢之類的 那我不知道有什麼 idea 不知道有什麼靈感 你有什麼 好的靈感可以告訴我嗎 問BizVision 蛤 BizVision 下方有五個功能 那中間第三個是探索 這時候我們把要找尋的畫面 放在他的中間 他就會自行去搜尋 下面就會看到類似圖像 靈感啟發 這邊點進去 就會帶開非常多的相關的圖像 你可以依據自己有興趣 可以讓你啟發靈感的一些畫面 再點進去就可以看到一些相關資訊 非常的方便 這個很漂亮 朋友朋友 你有看過這個嗎 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來打開給你看 好啊 我來打開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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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打開給你